我们上一期的时候说这个明朝天启五年 发生在明朝监狱里边这大谋杀案 嗯 说就是徐宪纯要杀杨连杨大人 那么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什么办法呢 就是布袋加身 找一个布袋 里边装上了土 睡觉的时候把这东西给你压在身上 一般来说呢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也躺去了 然后监狱里边就来人了 啊 说怎么样个冷不冷啊 给你盖上点吧 把这布口袋拿起来压在你身上 按照当时来说吧 那个一般来说啊 天亮这个人就去世了 据说是百发百中 很成功 这就是什么呢 这个反正也审不出你口供来 你也不愿意招啊 你不招那就拉倒了呗 那我们就弄死你了呗 想的办法挺好 就给这杨大人 压上一个布袋 但是没想到杨大人这个命啊 实在是太大了 晚上给他盖上布袋 早上起来 他老人家又起来了 你看这玩意儿 油分不出口供来 你又弄不死他 真着急 那么怎么办呢 徐显纯这个人呢 真不是个人 呀 我有时候老说 说这 这个天底下最不是人的 就是人啊 丧心病狂 他想了一个办法 拿这个大铁钉子 钉在杨子人的这个耳朵里了 这个 三十瓦之后 咱想都难受 那他能做出这个来 在这个情况下 杨连知道 自己活不了了 写血书 用什么写呢 用这个手指写 我们在传统戏里边 其实也经常看到 说这个刻破了中指 拿血当墨 他有一种就是说 咬破了手指 直接这么写 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先咬破了 把这血啊 挤在左手的手心里边 然后用右手 站着这个血来写 反正 这是挺惨烈的一个画面 但是最后呢 这个杨子人写了一个 他最后的血书 这个其中曾经说了 说这个 人亦一生 死于昭雨 难言不得死所 何汗于天 何远于人 唯我 身负献臣 曾受故命 孔子云 脱骨寄命 临大劫而不可夺 持此一念 终可见 先帝于在天 对二祖 十宗 与皇天后土 天下万事已 大孝大孝 魂大孝 刀砍东风 与我何有在 可厉害呀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几句话 留到今天 我们依然能感觉出来 扔着地上 这点纸都光光乱响 到了天七暮年 七月份 就这天夜里边 徐献春 拿一大铁钉子 钉进了 杨大人的头顶 那个就甭说了 神仙也受不了 当场死亡 死的时候 五十四岁 要说起 五十四岁 是正当年 但是你说 这样的酷刑 这个 认你是铁汉 也没办法了 但是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 两昆仑 说的也应该 就是这种气节 这是沉洁 这属于是 当然了 这个 也不见得准 得是做官 才这样 我那天 无意中 瞧一本 清代的野史贤书 这种说了一个 这个弹琴的一个人 把我乐坏了 你说他也没有什么 特别高的身份 也不是 未及人臣 或者如何 怎么怎么样 但是 他做的事 也挺有意思 北京有个地名 叫琉璃厂 我不是哪位去过 可能北京人也都熟 就是在 北京南城 琉璃厂 这地方呢 我很熟 因为九十年代的时候 琉璃厂呢 有茶馆 我那会就在茶馆那 说书啊 说相声 也都干过 那会不挣钱 九十年代 一个观众进去吧 坐在那听书啊 能花两块钱 听书是两块钱 当然人家喝茶 人的茶也卖的贵啊 掌柜的那个生意经啊 人喝茶可能花一百八 但是我们这个人说一下午呢 挣两块钱 不过那会很快乐 琉璃厂分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 它是接两边 这个呢 现在来说就是留上帝了呗 但是那会儿还行 因为买什么文丸字画呀 纸笔墨厌呢 一般都上这个琉璃厂去逛一逛 今儿说这个就是琉璃厂 曾经有这么一个主在这儿 这人叫张春朴 说的是琴工 就是会弹琴 人呢 实在 这个原文上说 说其为人 憨直 憨直 你就知道 傻乎乎的呗 反正不这么八面玲珑 大致是这么一个状态 以弹琴 为士大夫所赏 有能耐 能弹琴 他这个弹琴 不是咱们后来说弹个几次 弹个什么三弦啊 什么琵琶 不是那个 就是说弹的古琴 因为过去文人嘛 孔盛说的 学生念书人都得会弹琴 但是我来不了 我也不敢说自己是念书人 喜欢看人弹琴 也喜欢听琴 但是弹不了琴 因为什么呢 这个 你嘴要是利售啊 你这个手就不利售 你手要利售 你那个嘴就不利售 他这没办法 他这个协调性 这个很难得 这位呢 会弹琴 这个 越弹越有名了 人都知道说这个 琉璃场 有一个叫张春普的 弹得好 这天来人请他了 谁呢 西太后 慈禧皇太后 说要学琴 闻琴名 招入宫 受琴烟 就听说他这个知名度了 琉璃场了不起 有这么一位 请来吧 那个还不简单 到这就给叫来了 去吧 据他自己说啊 到了这个紫禁城之后 弹琴这地儿 好像是在寝宫 但你要让他说明白了 他也未必说得多明白 四是寝殿 只能说这个 正屋有七大间 慈禧呢 坐在锦西头有一间 离这西厢房很近 他呢 就在这弹琴 但是他来之时候呢 就跟太监说了 说你叫我干嘛去 叫你弹琴 我要弹琴 我有规矩 我不能跪着弹 哎 你看了 这就很厉害了 你去见 黄太后 你去见文武群臣大人 你见王爷 见谁 见谁 见面得跪着 很有可能跪在那儿 弹一个吗 但他提出来 我不能跪着 跪着我不敢 我得这个坐着弹琴 说为什么呢 我坐着弹琴啊 才能出那个音 跪着不行 这一说呢 那慈禧太后也就答应了 弹吧 先让他挑琴 拿出这么七八句琴来 都搁在这儿 让他看 拿起来这个 试试 不愣不愣不愣 拿起来那个 不愣不愣 但是他说 都不行 按说皇宫内院的琴 应该是不错了 但是他认为不行 因为什么呢 他觉得就是好看 装饰很美丽 但是材质不行 他一说这话呢 旁边那个乌西太后就说了 慈禧说了 将我平日所用者 富比弹之 平常啊 看来西太后是喜欢弹琴 他自己有一个 把我这个琴拿来给他 让他弹 太监说是 去拿去了 待会儿把西太后用的这张琴拿来了 给你这试试吧 哎 张春普往这一坐 上手一弹 一落纸 绝声声轻悦 就是拿手一划了 就知道好不好 连声赞叹呀 好琴好琴好琴 说这好 西太后说那说好 就让他弹吧 这种就坐在这了 他在试试弹 据自己说啊 在弹的过程当中 四文隐隐有赞美声 就这 弹着旁边西太后就玩命 喊好 当然那个喊好 跟咱们跟你上德云社 挺像是不一样 西太后不能坐那 嘿好 这不像话了 就是隐隐有赞美声 弹 弹完了 说歇会儿吧 让他休息一会儿 来 这会儿发生一个小插曲 就张春普 跟着坐着吧 起点水 这跟太监聊会儿天 一会儿的功夫呢 来了这么几个人 都是女人 穿装打扮 好像是乳娘的样子 来这么几个人 带一小孩来 就这孩子 十多岁 穿着衣服 特别讲 你看这个状态 就不是一般人 来了之后 这孩子拿手摸着琴 瞎摸瞎玩乱砸 跟着闹 张春普说 你别胡来 说这个是老佛爷的东西 你不能动 这孩子就瞪着 拿眼瞪着 旁边有一个女人就说了 你知道他是谁 老佛爷事事都医着他 你敢拦他 你是打算不要脑袋了吗 原文是还有一句话 说更一妇人 一目指之随不言 更一妇人 说旁边还有一个女的 拿眼瞪她 示意她 那意思 别打茬 估计这也不能 不能是一般人呢 皇宫里边的孩子 他不能门口卖菜 谁 哪大姐的儿子 对吧 但是从这儿出来之后 这个张春普自己说了 宁死不敢入义 为什么呢 你在那儿 你不能他的实实的弹琴 而且性命有关 不定哪句话就够呛了 我不去了 所以再给多少钱都不去 因为这个慈禧招他的时候 就跟太监就告诉他了 好好用心侍奉 将来给你弄个官 在内务府当差 这个不换不富贵 就是不怕没有钱 肯定没问题 那之后你就走上小康了 但是从见了那个小孩之后 打着起再也不去了 就回来之后 有不错的朋友啊 也有那个弹琴的 打板的 唱水的 不管干什么吧 不错的哥们就问 说你怎么不去呢 他说了这么句话 此等龌龊富贵 乌不鲜耶 说这是有钱 但是这种富贵 太龌龊 我不羡慕 不愿意去 这个名望一大了呢 肃王爷找他来了 肃王爷说 你弹不错 上我这来吧 这样咱们拿月工资的 给招到肃王爷王府 月奉三十斤 你上这来吧 按说就不错了 一个月给这么些钱 你还要干嘛 你做什么买 能挣这么些钱呢 但是他觉得束缚我 不自由 那老想我 我怎么能够 离开他这了 是不是我别干了 才好呢 但是这玩儿 也没有机会 终于有一天 这张春普逮着机会了 我得走 这个王爷再三再四的留着 他最后说 四主不知 将以我为素昌夜 这句话说的有点过分 啊 什么意思呢 说我必须得走 哇 我要不回去呢 房东啊 以为我出去嫖娼去了 这个咱实话是说 这位 是有点气节 有点个性 但是实在是不会说话 把王爷气得 你赶紧走吧 不会聊天 竹之初从此不复招 就是轰你走 打着起 再也不要他了 但是张春普 哎呀 挺开心 我终于熬出来了 这个到最后啊 这位张春普 据说是贫困之死 但是呢 也有人赞美他 说他不慕富贵 不屈势利 贤于士大夫 缘矣 你这就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是不是啊 哎 但是在同类行政 就弹琴的也好 干嘛也好 这些人里边 这位张春普 你算是跟气节 也沾边的 哎 好多人反正一提气节 就是这个 要如何如何 我也曾经看见过 有人提到 说这个 说某些人呐 跟气节 跟气节相反 有利的时候呢 他跟你讲道德 不利的时候呢 就讲实事 如果说抛弃这些个 这才叫气节 有的时候真是 哪怕是一个乞丐 他如果沾上气节 两字 你也会觉得挺伟大 嗯 嗯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事 就是1645年 那这个清兵啊 打到南京 这一打到南京 这个文武群臣 就全跑了 因为那会儿来说 那好些个文臣武将 在之前又宣誓 啊 又这个咬牙切齿的说 怎么效忠朝廷 要如何如何 怎么怎么着 哈 但是呢 嗯 到最后人清兵一来 为了保全自己的家小 啊 为了保全性命 保全富贵 一个个呢 就是就该跑的跑了 哈 但是就在南京 就有个地名叫百川桥 百川桥这 有药贩子 药贩的乞丐 啊 乞丐拿起笔来 在这桥边上 写了四句话 三百年来养世朝 为何文武进街头 刚长留在悲田院 乞丐修存命一条 三百年来养世朝 啊 这个江山设计 三百来年了 皇上拿钱 拿着俸禄 养着你们这些文臣武将 啊 为何文武进街头 怎么到这会儿 你们这些文臣武将 全跑了呢 啊 刚长留在悲田院 这个悲田院 最早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 就是庙啊 或者是什么 这类机构啊 哎 做慈善的地方 但是后来呢 就隐身了 就官府呢 比如说收纳乞丐呀 要饭的难民呢 就收容所 类似这个地方 他叫 叫悲田院 刚长留在悲田院 说你们朝廷上面 已经看不见气节 看不见什么陈刚了 但是 在我们住乞丐的地方 还有这个啊 刚长留在悲田院 乞丐修存命一条 我是个乞丐 我都不愿意活着 写完之后 翻身 跳到河里边 就淹死了 那 没有人知道 这个乞丐叫什么 他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但是千百年来 留下这么四句话 三百年来 养世朝 为何文武进街头 刚长留在悲田院 乞丐修存命一条 今天我们提这四句话 你还得挑一大拇歌 啊 为什么呢 你朝里边这些个大臣 这些个一天到晚的满嘴 人意道德的 你都不如一个要翻 哈 当然了 我这也是 孤妄言之 孤妄听之 顺嘴瞎说 济问之学 也有人跟我说 我说这说像有没有气节 嗨 列位 说像呢 谈不到气节 但是得有良心 好好说像 对得起观众的每一张票钱 实实在在 拿观众当我们的医师父母 这就是义人的气节 他在观众当我们的医师 going 那边无忍 我那边有什么呀 那边有什么呢